印度军工产业极为低能,为此进口成了唯一的选择,英军装备也被冠以万国牌称号,近日印度军方在此面临一尴尬事件。 据环球网消息,印度军方正面临着响应莫迪总理,印度制造支持国产,还是选择快速可靠的外国装备的两难选择。 印度军方为两艘基洛级潜艇是交给俄罗斯造船厂改造升级维修,还是依靠国内军工制造商来完成争论不休。 虽然在理论上这件事交给国内军工商完成好处众多,但军方却下表狠心,印军拥有的四艘基洛级潜艇是其中坚力量,目前已有两艘交付俄罗斯维修暂时不能使用。 出于对印度军工能力的怀疑,军方担心一旦印度自己负责维修出现工期延误,印度将面临无潜艇可用的尴尬处境。 要知道此前印度本土造船厂维修一艘基洛级潜艇花了将近9年时间,超过别国制造潜艇的时间。 而且就算印度国内军工商完成升级改造,潜艇性能评估还需依靠原厂家,到时俄方会不会因为升级改造项目非自己完成而刁难? 谁也说不准,这种烦恼困扰印度已经很久了,为此莫迪总理提出了印度制造政策,力求改善工业基础薄弱现状。 为支持此计划,军方不得不硬着头皮使用更贵更差的国产货,任何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提高都非一朝一夕之事。 可以说印度现阶段想方设法弥补短板是一个正向的认识,但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估计还任重而道远。